有時間了 我現在目前帶隊的方式就是要求他們 三個大重點 禮貌 禮 跟態度 跟觀眾 觀念就是一直強調 譬如說比賽有什麼缺失的時候 就當場員 就是要告訴他 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觀念 這樣球隊才有辦法贏球 就是你要知道 你到底是你自己是什麼樣的角色 不可能每一個都是第一次放 有想要打拳 那這個球隊應該沒有那麼好用 一個球隊就是有短有長的 對 你自己是什麼角色 你要怎麼樣去做 怎麼樣去幫助球隊 這是比較重要的 高起來就跑了 就不是這一瞬間 看球員的高度 才有一點平衡 一開始是最困難的 因為你要跟其他的教練 各部門的教練團討論說 這個球員是什麼樣的心態 什麼樣的態度 他的思想 思考是什麼樣 你要用比較嚴格的 還是用比較輕鬆的話語 你要了解這個球員的 每個球員的心態是怎麼樣 因為棒球就是很現實 特別是二軍吧 因為二軍的選手就是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他才會留在這裡 你就是等待一個機會嘛 一軍的人有人受傷 或者是他狀況不好 才有辦法輪到你 那你狀況不好的時候 你就是上次這個機會 所以你不保持 那就表示你已經保持了 所以趁年輕這一段時間 就是不要浪費時間 你有時間你就是專注在棒球 你吃到神了 所以說 你吃到神就知道 然後就吃到神了 你吃到神了 我吃到神了 你吃到神了